亲爱的弟兄姊妹 大家平安 愿上帝的恩典与我们同在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谢谢你 让我们有机会可以 透过你的话语来临修 求上帝的祝福 就与我们今天同在 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我们今天是5月1号 今天的经段是 撒加利亚书13章 第一节到第九节 那日必给大卫家 和耶路撒冷的居民 开一个泉源 洗除罪恶与污秽 冠军之耶和华说 那日我必从地上除灭 偶像的名不再被人纪念 也必使这地不再有 假先知与污秽的灵 若再有人说预言 生他的父母必对他说 你不得存活 因为你托耶和华的名 说假预言 生他的父母在他说 预言的时候 要将他刺透 那日凡座先知说预言的必因他所论的意象羞愧 不再穿毛衣 轰骗人 他必说我不是先知 我是耕地的 我从幼年做人的奴仆 必有人问他说 你两倍中间是什么伤呢 他必回答说 这是我在亲友家中所受的伤 万军之耶和华说 刀剑啊 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 和我的同伴 祈祷牧人 扬旧分散 我必反手加在微小者的身上 耶和华说 这全地的人三分之二必减除而死 三分之一必仍存留 我要使这三分之一 金火熬炼他们 如熬炼银子 试炼他们 如试炼金子 他们必求告我的名 我必应与他们 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 他们也要说 耶和华是我们的上帝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所读到的经节 正是撒加利亚先知书的最后的段落了 而撒加利亚书从 从第十一章 第十一 第十二章开始 其实就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意象 这个意象正是先知撒加利亚 对当时候这群被如归回的人 所预言跟预告的 而这个预言跟预告 却是让人有时候读起来 会毛骨悚然 因为这里许多都是诅咒的话语 但是在这些浅藏在这些诅咒的话语当中 其实先知正在告诉我们 当那一天 因为我们从第一节的第一段里面就读到 当那一天来临的时候 那就表示那一天是什么天 那一天是上帝掌权跟上帝国临到的这一天 当上帝的审判来到这个世上 你觉得上帝会怎么样看这个世代的人呢 当上帝真的要来掌权的时候 你觉得上帝会怎么样来评断这个时候 这个阶段我们所做的事情呢 事实上就成如我们所看到的 我们所看见的这个时代跟我们社会的现象 先知撒加利亚的时代更是如此 在他们那个时代 在被如归回的这一群人当中 他们仍然充满怀疑 仍然充满偶像崇拜 而仍然充满假限制 这些事件同时就展露在耶路撒冷当时候的状况 因此先知撒加利亚他预告并且预言了这件事情 三分之二的人在上帝的火中他将会灭亡 而三分之一的人人必存留 而这三分之一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三分之一是重点是他们愿意经历上帝的试炼 经历上帝的熬炼过后 他们仍然愿意向上帝求告 他们是始终中心的上主的仆人 因此他们会被上帝保留 并且就好像上帝在这里先知的话应许说 他们必求告我的名 我必应许他们 而他们这一群人将会宣告 耶和华 亚未就是我们的主 我们的上帝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也有在想 我也常在想 当上帝今天来到我们所生活的世界 我们的教会 我们的家庭 我们所生活的工作 然后场合我们的城市的时候 他会怎么样看待这个城市 以及看待我们所生活的样子 因为我们真的能够经历他的试炼 并且知道当上帝掌权的时候 他希望我们活成的样子 我多么渴望我们是可以在上帝的手中 上帝的审判当中存留的 但片并不是 我们应该了解 我们在上帝的眼中 我们常常是罪性恶大的一群人 因此我们要懂得 并且坚持在他的名里面 并且坚持宣告 他是我们的主 如此一来 我们就可以如同这圣经先知所预言 并且预告的 经过了上帝好像火一般的熬炼跟试炼 我们仍然可以得火 愿上帝的恩典与我们同在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谢谢你 让我们经历上帝 你透过先知撒加利亚 要对我们今日的警告 求上帝的祝福就与我们同在 祝福临在我们所在的生活周遭 这所有一切 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人名求 阿们